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大哥 给 喝吧 谢谢小宝 小宝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大哥 你为什么要满山跑啊 小宝 我问你 打跑坏人靠的是什么 公父 所以我要把身体练强壮 这样就可以把敌人打跑 小宝大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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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大哥 我就不跟你回去了 我去找大马和小马玩了 柳姑娘 你怎么样 身体好点了吗 结实得很 你要去哪儿 我送你 我本来是想去找你的 想不到 却碰上了 你找我 什么事 薛长春很快就会开始清理渣北 永珍 你还是快点离开上海吧 记得我第一次见你 话也没说上一句 后来再见 你对我冷冷的 再后来呢 你把我骂得开不起头 可是到了现在 你却这么关心我 所以不管为了你 还是为了渣北的朋友 还是为我自己 我一定不会离开上海的 你就不怕薛长春 我怕当然怕 我怕他在欺负你 别着急等着 汇 你小子太馋了 马大哥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都聊了 你看 马兄弟 你回来了 马大哥 怎么这么多菜 今天什么日子 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我们见你身体好多了 想趁热打铁 让你吃点好的补一补 是啊 何必这么破费 这算啥 你有钱的时候 分给我们大家 现在你有需要 难道我们就不能 拿些粗插办法 来回报你吗 别做了 来来来来 坐下来吃 来 大家一起吃 来 都坐下来 来来来 坐坐 来来坐坐坐 来来 来来 嗯 这个不错 来 多吃一点 来 又来一个菜 你也多吃一点 来来来来 过来过来 好 大大哥 来 多吃啊 多吃啊 来 葛大叔 你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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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走 走 快走 找火啊 找火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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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快跑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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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快走啊 快走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干什么 真是天助我也 我说啊 各位 你们走还是不走啊 我看这小伙 有点古怪 多半是你们干的 是又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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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滚 回去跟我们去刀村 有我们阿勇真在 他就休想八点渣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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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滚吧 我明白了 我这就安排兄弟们去办 爹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不过 我可不想让马勇真死在薛长春的手上 我的仇还没报呢 薛长春 想把他的手伸进闸北 居然还放了一把火 如果没有法国领事皮亚的默许 他断然是不敢这么做的 那个皮亚肯定收了薛长春不少的好处 所以 我叫唐彪去办的 就是发动家里的兄弟 把他的阴谋抖出来 让上海所有的人都知道 在我背后我这种把戏 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那小孩 那个薛长春固然可恶 可是那个法国鬼子更可恶 是我们的 拿我们的 到头来还帮着别人抢我们的 那你不想办 杨人就是这样 打着文明的旗号 干的 却是在我们的土地上强化租近 坐地纷飞之时 这一回 所以我要让他们两个吃不了冬之种 毛泽 牛贵 你来干嘛 毛泽 我来可是为你好 我跟你说 市场那边全是学长春的人 恐怕是冲你这来的 不用怕 一人做是一人当 有什么事 我马永珍一人当着 马大哥你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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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经常在街上打死人 我亲眼看见我好几回呢 大丈夫生而何患 死而何绝 马大哥 马兄弟 别人说 说我怕死 我是怕死 我不怕死我能活到今天吗 好死不如赖活着 你还是别人 老师 老师 我可爱死你 求你们 走进去了 那就 我可以是 别人 我爱死我了 你 我还能活到 Pypm 我 带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回来 谁剁了他的手 赏大洋一百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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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住手 住手 退后 请讲的 这儿没你事 赶快走开 没我的事 道爷 怕是都快弄出人命了吧 再说了我来可不是管你们打架的 我是来抓这个人的 马永珍 我怀疑你跟渣北的纵火案有关 请跟我回巡捕房接受调查 请跟我回巡捕房接受调查 慢着 姓蒋呢 他可是薛业药的人 你不能带他走 导演 导演 是不是薛业药的人 这我管不着 我只知道 我得抓他回去 由法国领事馆处置 你 带走 姓蒋呢 走着跳 来人 跟紧了 我看住马永珍 我去告诉老板 是 你还把我当兄弟吗 世光 你要是不把我当兄弟 现在马上走 你失死失活 我就不拦你 如果你还把我当兄弟 就听我一句全 马上从后门走 走得越远越好 其他事情我来处理 世光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 可我就这么走了 扎美的老百姓怎么办 你怎么办 难道要我马永珍 背心弃义 从此狗活在这个世上吗 好 那你送死好了 为了你的罪业 为了你的道义 等你死了 我看你拿什么手 扎美的老百姓 送行有令 让你马上去见他 你 给我滚出去 这是洗母房 不是你的避难所 给我赶他走 等一等 我自己会走 我看你还是多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还不快走 马永珍 你今天就是插翅也难飞 趁早乖乖跟我们回去 向薛老板请罪 没准还能饶你一条狗命 我马永珍 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就算薛长春不来找我 我也正要去找他 还不赶紧下车 看什么看 薛老板 你这小子 还真算有种 我薛长春 果然是没有看错人 马永珍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是生 是死 由你自己去选择 我既然今天来了 就没打算活着离开 我在上海滩这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上里 这么不识台军的人 我是不是抬举不重要 我只求薛老板 放过渣北的百姓 若薛老板答应 我立刻离开 若薛老板 不答应的话 用真之勇 着罪了 我五湖帮 是你说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好 既然你要逞英雄好汉 我就承去 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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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上 打下一带 超而答应 老板 弹 找 啊 啊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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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走 住手 都住手 怎么回事 马用针杀不得 为什么 我也是领命而来 有什么话 跟皮亚先生说吧 带走 走 走 你们五湖帮 这次真的是 明镇上海战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给我带来的难处 我刚上任不久 位置还没有坐热 你还给我招来这么大的麻烦 就连英国的领事也问我 如果国际媒体解体发挥 我怎么接待 法国总统 皮亚先生 这件事情是我五湖帮和马永珍之间的恩怨 况且我烧的是渣北 又不是你法国领事馆 我真是想不明白 怎么会把你们牵连进去 现在 整个上海都知道 我和市长收了你的钱 是的 我们默许你在上海 扩大你的地盘 但是我们没有说你可以杀人放火 可以把事情弄得这么大 这件事情外面怎么知道的 你们谁走漏的丰盛 昨天夜里还风平浪静 今天一上午的时间就消息满天飞了 薛老板 上海滩这个地方 除了你跟白老板之外 谁还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薛老板 不是我怪你 渣北这块地你悄悄拿了就是了 何苦非要放那把火呢 怎么明摆着要让人抓住把柄嘛 一个马永真也至于让你动用那么多人 还堵在巡捕房的门口挟持 你当街上的人都是瞎子哑巴呀 你呀你呀 做事怎么就不动动脑子呢 好了 事情已经这样 我就跟你直说了 叫你来 就是要你把我和梅市长的声誉挽回回来 进行辟谣 其他的事情 以后再说 辟谣 不知皮亚先生 有何高见 首先 我会要求消防局写一份报告 证明扎北失火 是居民自己造成的 与纵火无关 第二 巡捕方也要出具一份证明 讲清楚今天早上的事情是 马永真与五胡邦自己的私人恩怨 与火债的事无关 这个您放心 您放心 还有 我会以法国领事馆的命义 拿出五万大洋去赠债 只要他们能拿到钱 自然就能让他们闭上嘴巴 皮亚先生真是高见 高见 不过 这五万大洋 你出 我 皮亚先生 为了扎北这块地 我已经付给你和梅市长一人五万块了 为什么现在还要我出 这恐怕说不过去吧 好 你不想出 那我就让白莱莉出 我相信他对扎北也一定很感兴趣 雪老板 不值得 不值得 你之前已经掏了那么多 也不差这一点了 总不能让白莱莉捡了这个便宜吧 好 这笔钱我出 但是我有个条件 我不但要扎北这块地 我还要多样一样东西 好说 什么东西 马俑真的命 好 好好好 不过 要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我不希望他们抓到我们的任何把柄 赵总寻 是 把猫用针抓进来 是 带走 走 走 其他先生 马永珍带到 马先生 我们的赛马冠军 来 马先生 马先生 请坐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来 请坐 嗯 梅市长 就由你来跟马先生说一说 请他来这里的目的吧 请 是 马永珍 对于扎北失火一事 我和领事大人都非常关注 尤其是领事大人 对于那些同时家园的灾民 深表通情 所以 皮亚先生 准备以法国领事的名义捐出五万大洋 作为赈灾之用 当然了 这件事稍后 我们也会向社会各界公布的 马先生 你作为渣北一分子 皮亚先生想让你亲口向灾民们传达一下 林氏先生 你肯出钱赈灾 当然是好事 但是 扎北的这把火是有人故意放的 而且放火的人就在这里 这件事 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放死 马永珍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马先生 你说 纵火的人在这里 请问 你知道 他是谁吗 就是他 你说的是我们的税老板 那 你有政治吗 渣北的每一个居民都可以作证 他学长春 要在渣北 开妓院 开赌场 开大烟馆 为了这些 他就要把我们赶出渣位 我们不走 他就叫人放火 是 老板 有这样的事吗 皮亚先生 这明显就是一条背叛帮会的狗 反过头来 咬他的主人 既然你们双方各执一次 在没有正品失去之前 我也不好 妄下结论 但是你可以放心 我已经下了命令 要求有关部门严查 结果一出来 我就会向社会各界宣布 所以 你们两位都可以放心 我看你也不用查了 我相信你们早就有结果 马永珍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们很清楚 你 马先生 在没有得到官方证据之前 你不可以造谣声势 我不管你和这位薛老板有什么矛盾 但是如果你影响到了我租界的治安 我就不得不管了 皮亚先生说的是 他马永珍本是我五湖帮的人 我跟他的事情 自然也会按照帮会的规矩解决 你说 怎么解决 夺龙鞭 时间 五天以后 马永珍 白小姐 你小子还真是命大 这么多人想让你的命 你都没死 上车吧 为什么 你以为你真是菩萨保佑 要不是我爹出手相救 你早就死在五湖帮了 你说什么 走吧 白老板 你这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渣北这场火 谁都知道是薛长春放的 但是却没有人知道 是因为薛长春背地里 给了法国领事和梅市长的好处 所以 他才敢那么明目张胆 肆无忌惮 他们是蛇属一窝 我刚才已经看出来了 既然 已经被你看出来了 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 我既然 肯替扎尾的百姓出头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 马永珍 就算你功夫了得 侠肝易胆 但毕竟也是血肉之躯 今天若不是 赵总寻及时赶到 你真的以为你那活着离开五湖帮吗 你知不知道是谁让赵赞赶去五湖帮的 是我爹 要不是我爹及时把薛长春和皮亚之间的勾当 传遍上海滩 从到领事馆那去 他们巴不得你早点死呢 何必还惹出这么多麻烦 你看什么看啊 还不快谢过我爹的救命之恩 白老板肯救我 怕是因为不想扎北那块地 如此轻易地就落在薛长春手上吗 你这 这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老爹 马永珍 这件事薛长春是不会伤疤甘休的 他随时会要你的命 不如这样 你以后跟着我 天大的事由我来给你撑药 多谢白老板一方好意 但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会承担 马永珍 你别给脸不要脸好不好 你也太不识抬举了 你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 你真以为凭你一个人 就能保持扎北吗 小蝶 马永珍 你现在的心情 我完全能够理解 正如我女儿所说 扎北 不是单靠你马永珍一个人的力量 就可以保得住的 要记住 你是人 不是神 停车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告辞 爹 我早就说过 他不会听你的话 这种人啊 死一百回都活该 我不让他死 他就没那么容易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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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怎么样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喂 你要干什么 时光 我只想问你一句 我们还是不是朋友 是 是朋友也好 不是朋友也罢 五天之后 你也不在这个世上了 为什么 躲龙边这个消息 马上就会被全上海的人知道 而且到时候全上海的人 都会看你马永珍怎么死 我为什么要死 为什么要死 因为五福邦的老大 薛长春要你死 因为法国领事梅市长 包括我的头都要你死 要我此不满 得给我个说法 什么说法 永珍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在什么地方 你不看看你得罪的是什么人 你还想要个说法 好 夺龙边就是说法 有说法就有办法 我听我娘说过 夺龙边 是以仇生死先的方式 再看谁胆子大 来解决纷争 这倒也公平 公平个屁 有这你还不明白 人家今天不杀你 是不想把事情闹大 到时候换个花样来弄死你 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让全上海的人都心服口服 你还真以为有什么公平可言 幼稚 事情走到这一步 我早就无路可退 再说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退 行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 你好似为之吧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算兄弟一场 你死了 我帮你料理后事 你还有什么吩咐的 尽管说 到时候我能办的 全都给你办了 好 如果你能有机会见到我娘 告诉她 她的儿子马永珍 不是个孬种 告辞 马大哥 马大哥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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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叔 马大哥 永珍 去掌顺摆明了要杀你 还搞得名叫言顺 这叫什么事 没事 我自有分寸 马大哥 我们不想你死 你赶快走吧 是 快走吧 有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好还都不是野钱亏 这些道理 你不是没听过吧 是啊 是 有真 有真 好好好 我马有真 不会离开大家的 你慢走 慢走 猛猛车 我现在来 快乐 好 老婆车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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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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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